大家先請合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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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句是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翻開課本四十九頁 第三段這裡 於且師弟論對祭說的解釋 道數第八行 那麼這邊是在釐清 所謂的 雜阿喊的三分教 那因為 關於修多羅企業祭說 那麼到底什麼是修多羅 什麼是企業 什麼是祭說 經典裡面有一些不同的解釋 就是一個名詞 有很多種的 含義 那麼這個在 經典裡面 經論裡面 你會發現到 那有時候讓我們困擾的就是 一個名詞 它有 同時有很多種不同的意思 那互相參雜 比如說像阿漢經裡面六四外道 那麼 有些這個外道的理論放到這邊 這個外道來 比如說 波芙特的 波芙特的 說法 放到富蘭娜這邊來 富蘭娜的說法又放到 這個 墨切禮這邊 就是有一種 傳說的過程中 或是解說的過程中 有一些都 互相混淆了 論詩又有各有各的解說 所以後來我們把它綜合起來看的話 就會產生困擾 那十二分教裡面最重要的是三分教 三分教就是 雜阿漢裡面的三大文體 修多羅企業 既說 那我們之前上的課 就是修多羅主要 其實就是 經文的本身 就是一切事 契經 又叫相應教 那 就是我們如果用十二分教的說法來講 就是語體文 白話文 語體文 那麼 啟業 是所謂的 祭壽 就是詩詞 文體的 那麼 祭說 主要 是在 這個 祭說佛及佛弟子 一開始是 佛及佛弟子 生到哪裡去 或是 會生到 會 出國 惡國 三國 或是 不來 不來這個人間 或是 不再輪回 那麼 主要是這一部分的 那為什麼 修多羅企業 據說會成為 所謂最初的三分教 那麼 一開始是修多羅 然後是修多羅跟企業 那麼企業祭送 原來只是要幫助 那麼 我最初是要幫助備送 那麼 收社他的文藝 讓我們容易理解 或是 容易授詞 原來是這樣的 後來就有種種的所謂的企業 那這個是我們 看這個 雜案會編裡面 那麼導師 那麼 做的一個整理 那麼現在來看 現在來講這個 是祭說 那第一 祭說主要 有如來所說跟弟子所說 那是九分教或十二分教 那麼 裡面最初的 就是三分教就是 第三 就是祭說 好我們來看 那先來講 論裡面的說法 那論裡面的說法 當然主要就是 大聖的論 跟生文的論 那麼大聖的論 主要就是 于且世帝論 那麼生文的論 基本上就是 阿比達摩 就是 六聖一族論 阿達比佛撒論 這一些 那麼 他們都是 怎麼來解說 這個祭說的 好 他說 于且世帝論裡面說到 雲何既別 既別就是祭說 位於世中 既別弟子 命過以後 當生等世 那麼這個是 祭說中的一種 那 弟子 命中之後 生到哪裡 生到哪裡 那 這個 義學先 先了 那麼就問佛陀 為什麼 六四外道裡面 都是大眾主 同齡大眾的 那 他們都沒有 對弟子 死後 生到哪裡 做祭說 祭別 為什麼你 會對你的弟子 那麼 命中之後 生到哪裡 生到哪裡 因為家裡祭別 那你是 你是依著什麼樣的 理由 或是 依著什麼樣的能力 你為什麼有這樣的能力 那 佛陀就跟他講 這個世間有 幾類的 這些 大眾主 一個就是 那麼 弟子命中之後 就是他沒有辦法 祭別 沒有辦法知道 都是沒有辦法知道 那佛陀 一種是 可以知道的 就是說 像佛陀是可以知道的 那佛陀為什麼可以知道呢 因為佛陀已經成佛 成正解脫了 他才可以知道 那些 六四外道的這些大眾主 那麼 那麼 因為他並沒有真正解脫 所以他沒有辦法理解這種東西 好 那所以 雲何既別 位於世中 既別弟子 命過以後 就命中之後 那麼 就七次 往來人天 或是生到哪裡 生到哪裡 生到道理天 生到什麼 或是 正二國一來 或是正三國不來 或是正阿羅漢 那 不復 不復 不復生 無有 無有厚生 那 禍復宣說 這是一個 禍復宣說 未了益經 市民運送 這個未了益經 運送就是祭送 那雲何既別 禍復宣說 已了益經 好 那這個 與其的世界列論 把 這個三分教裡面的 祭送 就是 就是企業 跟祭說 這兩種 做分別 這個 不了益的 這個叫企業 那麼了益的 這個叫 祭別 就是祭說 那麼三教裡面 一切之律裡面 那麼把了益 不了益 那麼用 所謂的 就是企業跟祭說 那麼分為了益跟不了益 那麼什麼是了益不了益呢 我們來看 他說 以閒了分別 既別未來 閒了分別就是 了益就是 從 從這個 從這個文體上就知道他的意思 不了益就是 從文體上不知道他的意思 那 還有 了益不了益 中觀的 這個是一般 像為世的說法就是這樣 那麼 你單單從文藝上沒有辦法了解 他的意思 要 要再進一步的 那麼開顯才知道 這個是 不了益 從文藝上就可以了解的 就文字上就可以了解的 這個是了益 那麼中觀是 了益是 究竟說是了益 那麼 方便說是不是也不了益 那 了益不了益有這兩種不同的說法 那我們來看 他說解說十二分教的記說 這個是從 紀別未來 閒了分別 印誦跟記說 紀別弟子未來當生 要生到哪裡 生到哪裡 與大比佛薩論的所贈所生 所贈就是他贈出國二國三國 所生就是 他生到道理天 他生到哪裡 生到哪裡 閒了分別 表示 紀別是了益經 這是對企業是不了益經而說 印誦就是企業 這個是一種說法 一種說法就是說 從了益不了益來說 企業跟紀說 所以紀說是紀誦的廣分別說 這一個意義 雜含已經是充分證明了的 那麼由於不了解 寂寸的意義 而廣為分別的 而廣為分別的 雜含經中有屬於 波羅研也的 如答 波羅研也阿易多所問 那 達波羅研 富林尼加所問 那麼 達波羅研 幽托也所問 波羅研 有屬於益品的 益品是 幾乎可以說是最早的 那麼 如益品達摩 劍體所問 有屬於 幽托納 幽托納是紀說的 那麼 就是字說了 那麼 如 法無我 無有無我記 知青與白富記 有屬於企業 八重送的 如達 申且 多 童女 所問記 好 那我們就不去看原文了 他現在只在說明 雜含經裡面有很多類似上這樣的記說 那麼這些記說 他的一個作用 就是 廣分別說 這些記說雜含經明白的說 我於此 我於此有餘說 達波羅研 傅林尼加所問 我於此有餘說 達波羅研 幽托研所問 我為波羅研 低捨彌德勒 有餘經說 有餘說 記不了餘說 就是 還要廣分別說了 那麼 波羅研 小部 經極的第五部 全以記頌說法 記頌為有餘說 與詞且師弟論的說法 完全相同 就是與詞且師弟論的說法是 記頌是不了意說 記說是了意說 這個不了意就是 單單看這個記頌 確實 記頌的文字 有限制 那麼你單單從記頌裡面 多數你不了解 他的意思是什麼 也因為這樣 如果 像導師的成果之道的記頌 已經是 很好了解 但是有一些 比較淺略的 你也不容易了解 不好了解 那你說像 維治三十宋 維治三十宋的記頌 那 世青還沒有做 了意說 就是沒有廣分別說之前 就往生了 所以 到底是什麼意思 底下的弟子 各個看法不一樣 就有十大論詩的說法 那你看這個就是記頌 所謂的不了意 不了意不是不究竟 你不能從文字上 去理解 就是 理解它是說什麼 有時候不是文字上 它還要在詳細說 分別說 你才能知道 它是在說這個意思 那所以 這個 這種說法跟 與結論的說法完全相合 企業 起初是用為 寄宋的通稱 就是這個名詞在產生變化 它原來是這個意思 後來是這個意思 那後來現在是這個意思 就是 因為一個 一個名詞 那麼 在流傳的過程中 它會因為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地區 而有不同的變化 那這個在世界各地都一樣 都一樣 像我們現在最明顯的 以前機車就是機車 現在機車不是機車 就變成是這樣 就麻煩 所以你如果沒有了解 它這個名詞是哪一個時代出現的 有時候你沒有辦法 知道它用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 或是它這個詞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它這裡講 既上每為文具 因運所限 又多象徵 感性 誇張的成分 感性是有感而發的 法意 過於含魂 就好像我們的詞詞一樣 床前明月光 以示地上窗 像這樣 那麼 它用這種象徵的手法 或是擬能法 來說明它的心情 那你不能照字面解釋 你知道字面解釋很多是錯 不是字面的意思 英文也有這一類的 英文也有 你不能照字面上去解釋 因為字面上的意思不是它 它這句詞本身的意思 那所以 他說如果 專品 寄送 是難以理解法意的 所以這個就叫不了意 那為世說的不了意 也是這個意思 不過中官說的不了意 就不是這樣 中官說的 了意不了意就是 究竟真實說的就要了意 不管你說你表面上知道不知道 那麼 就是究竟說的 方便說的 那麼 即使 究竟說的 就是不了意 方便說的 就是不了意 即使方便說也 字面上也清楚 但是它就是不了意 它 它並不是 解脫的 究竟的 不是的 那所以 企業 不了意說 是說一切有部 所傳的古意 就原來的意思 所以說一切有部 以誓阿含為經障 不取 不取多數是寄送的小部 那小部是南傳有特別有一個小部 五部 被傳的比較沒有 那可能就是類似像易平這一類的 而稱之為 雜障 就是經障以外的 叫雜障 那這個雜跟雜喊的雜就不一樣 雜喊的雜是 赤地見雜的雜 那這個雜是 經障以外的雜 那叫做雜障 就不屬於這一部 就是 經障 是正統的 經障以外的 叫雜障 那這個跟雜喊的雜又不一樣 所以你看一個雜就有三種意思 雜喊的雜 是 造赤地 依部類而分的意思 那麼這個雜障的雜是 主體的經障之外的 那麼叫做雜障 那這個雜亂的雜又不一樣 那所以大彼婆沙論 憑法善憲 法善憲是馬名 馬名是當時 印度可以說一個非常偉大的文學家 那他重點就是 他是一個 也是大聖最初的 比較有名的弟子 那 這個 馬名 對佛教的影響也算是 就是後期 後來論詩的影響也蠻大的 他是在榮述之前 算是大聖非常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論詩 那他做了一個就是 佛的一生的這種祭壯 以祭壯 最長的祭壯 他是他做的 他說 馬名的作品說 福 照文壯 或真或減 不必如意 就是 你照這個祭壯 他基本上就是 好被送 然後 聽起來 就好像 他有一些 我們說 比較誇大的成分 我們讀過那個法據披衣經 裡面有很多 即使是百話文 也是 很誇大的 就是有一些誇大 那本來講故事他就是這樣 祭壯也有很多這一部分 而且他 我們說他有這個 制宋 制宿的限制 還有 因 因應的限制 因為他要 因為我們翻起來就比較 不是那麼順 但是在印度唸起來就很順的 那比如說我們說 床前明月光 一次低上霜 唸起來就有押韻 但是你把它翻成英文 翻成西班牙文 翻成佛達亞文 可能就沒有辦法 每一句都押韻 你又要照顧他的意思 又要照顧他的字數 又要照顧他的那個 這個 這個文藝 那就不容易 好 所以 他說 達羅達多 是文誦者 言多過時 言過其時 都是秉承的祭誦是不了義的原則 原始結集 的 是精簡的長行直說 那 依文體而名為修多羅 那我們就叫做語體文 就是白話文 就直接講 什麼什麼 佛在 什麼以後 跟比修講 那麼你不要 那麼你不要只取一切 只取一切都是有罪夠的 那這個就是修多羅 那麼 那麼以文 這個一類傳極 所以名為相應 所以 又叫修多羅又叫做相應修多羅 或是 一切事 一切事 氣經 一切事就是 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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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類一類的 所以叫做一切事 氣經 相應 原始的修多羅 相當於 韻 觸 緣起 時 地界 念柱等道 就是雜二含金的 前四部分 五韻 這是一類的 這一世 五韻這一世 五韻是 六觸 六觸是 緣起 緣起 是 十 四十 是 是 第四 十八戒是 道品是 這一世一世 所以 這個叫做 跟這個一類的 跟這一類的 叫做相應 那 主要 主要是 這四部分 就是前面的 前面的四部分 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四章 第一章是五韻 第二章是 緣起 第二章是六觸 觸相應 第三章就是 雜音宋 雜音宋是包含 緣起 十 地 界 這個是第 第三 第三品 第三列 第三章 然後 第四章就是 道品壽 上一區道品 這一類的 那這個把它說起來其實就是兩件事 就是 道理跟道路 那道理就是無我 就是無常無我而已 五韻也是在講無我 那麼六觸也是在講無我 緣起也是在講無我 這個是真理 佛法的核心 你贈得無我 你就 決定解脫 那怎麼去贈得無我 要具備哪些條件 就是道品 我們就說道路 那所以我常常講佛法就兩件事 道理是什麼 怎麼樣贈得這個道理 就是真理是什麼 怎麼去贈得這個真理 那如果我們從道來講 那麼基本上 就是道理跟道路 那麼道路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你必須 依這個方法 依這個次第 那麼修成這種道德 那麼才 依有這個道德 才成就 才贈得這個真理 道理 所以 如果我們 依這個道 不管是解脫道 佛道 來講 那主要它有三部分 道理 道路 道德 那 依這個 依這個 來看待一切活法 都不外乎是這樣 好 那 現在 他說 佛說長行是修多羅 為了記憶又結經為色頌 結幾文 就前面講的 而有祭頌的企業 這是原始兩部成立的過程 好那我們先記起來就是 十二分教裡面最主要的是三分教 三分教裡面最初的是 兩分教 就是 修多羅跟企業 那麼最初是 只有修多羅 但是為了便於 祭頌 所以 結色 這些文藝 成為一個一個的祭頌 那麼 方便記憶 祭頌有幾種祭頌 一個就是 它攝取裡面的 意理 用這個 祭頌來 知道這整部經 講的意理 那麼 這是一種 一種是 方便 意詞 你 哪幾部經 這種我們叫色頌 送這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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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種就是 祭頌就是 這一部經 這一部經 用 簡單的幾個字 那麼把這一部經 色詞 那麼 你讀了這幾個字 你就知道 這一部經 的主要的內容 那有一些是 甚至就是 因為這一部經 因為這個 這一部經 有一些 主要的道理 人家不知道 所以它又 把道理這部分 編成一個送 也有這樣的 所以這個祭頌 不管是怎麼樣 主要就是 你方便 意詞 受詞這個佛法 那麼讓你能夠深入 了解這個佛法 那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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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也方便 你了解的 那麼這個就變色頌 就了解這整個佛法 就是了解這一經的佛法 了解這所有的佛法 那麼這個是 其實是 所謂的 祭頌 就是企業 那麼 佛法原來沒有中 就只有類似像企業 那後來就成為所謂的 陀羅尼 陀羅尼 所以陀羅尼是什麼 種詞 那麼祭頌的道理就有一點像這樣 總一切法 詞一切意 其實原來是這樣子 那佛法我們會讀慢慢就發現到 後來就慢慢變慢慢變了 我們說陀羅尼 陀羅尼叫做總詞 總詞 總一切法 詞一切意 那麼這一部經 比如說 這一部經 那麼 它為了讓你記憶 翻變記憶 那麼 那麼把這一部經用簡單的四句記 那麼射售起來 讓你翻變記 或是把它重要的 把它重要的意理 那麼 用一個記 把它射售起來 那你背這個記 你先讀懂這個經 讀完了 你背這個記 背這個記 你 你了解這個記 你就了解它這個道理 就懂得 你就 你就射死了這部經 其實是這樣的 這是原來 陀羅尼的本意 後來慢慢慢慢 陀羅尼就變成咒 那麼咒跟陀羅尼原來是不一樣的 原來是不一樣的 咒是阿大婆廢陀裡面 祈禱天神的 神說的話 人向神祈禱的 神向人說的 那麼人有求於神的 這一些 那麼神 要跟別人講的話 這一些 有時候就變成咒語 後來才有所謂的 秘密不凡 那麼就是說 這些咒 那麼 不需要懂它的意思 那麼這個是神 從神的心 我們有時候講佛 其實佛沒有這樣子的 心流露出來了 所以你只要背它的陰 因為它的陰有神秘的力量 它重在這個陰 這個聲音有神秘的力量 你抓對了那個陰 調對那個陰品 你就獲得那種力量 那其實佛法 佛法是重在這個義理 那麼 你了解這個義理 那麼你才能夠獲得這個法的力量 法要入心 那這個不是 這個 這個沒辦法入心 這個只是入耳 那麼你的聲音對 那後來 後來陀羅尼跟咒就結合了 就變成 就變成 咒有很大的力量 那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 你看那個法華經裡面 也是 陰森陀羅尼 那麼它並不是說 理解這個陰森 而是你透過這個陰森了解 諸法無常 諸法無我 氣是這樣的 它重點是重在這個義的 義理的後面 那這個是慢慢慢慢改變的 那原來最早是企業 企業就是用 用很少的字 射受這很多的禮 或是用很少的字 射受一個比較長的經 或是這部經 其實是這樣 我們說 最簡單的這個計 比起業 就是七佛通計 七尊佛所說的道理 不外乎三句話 諸二莫作 眾善奉行 自盡其 其 七佛通計 是諸佛教 也不是七佛 所謂一切佛 佛法用三句話 十二個字 在印度不一定是十二個字 把它收射起來 就是講 講什麼 諸二莫作 眾善奉行 自盡其 那這個就是企業啊 一切佛法的企業啊 另外比較有名的是 這個佛當時 當時教弟子的 企業 就是祭壽 收射整個佛法的義理 那個時候很多佛弟子要出家 那出家不一定跟著佛 因為有很多 你也許在王舍成 也許在齊遠金色 也許在屁舍裡 非常多金色 那這些 他們來了要教他們什麼 那麼要學些什麼 那麼 那個時候我們怎麼知道呢 從周立盤多姊 義詞的那個記知道的 因為大家一出家都先背那個記 就是那個就是企業 那麼先用一個記 告訴你佛法修行的重要義理 就這個記就包含所有修行重要義理在這裡 你先背這個記 然後背完了之後 再幫你廣分別說 就記說 幫你廣分別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記就包含了所有修行的道理在裡面 那是什麼記 生口一夜不造惡 末老一切諸有情 正念觀之欲盡空 無益之苦當原理 這個記就包含所有修行的核心理論在裡面 剛出家的 那後來很多阿羅漢 就是佛弟子證了阿羅漢之後 他也會留下一個記 用一個簡單的記送 那麼來說 修行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核心道理 那麼這個後來也都被結集起來就變成一個記送 那麼記送的最主要當然我們就是 幫助你理解 幫助你記憶 其實是這樣 然後 幫助你理解 幫助你記憶 你要先記憶 文法 你才能思維嘛 理解嘛 那麼重點是要幫助你修行 建立這個次第 讓你知道你要修到這樣 你才是 才能夠契入 他用簡單的 簡單的 因為你說你像澤阿涵這樣背 那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這樣背 但記送就容易 那這個是記送最初的 那有一點像後來我們的咒 但是咒不明白它的意義 只是這樣背 而且加了很多神秘的 其實是受到婆羅門教的影響 尤其是後期 後期印度教復興 那麼 咒語就非常流行 然後就開始 什麼咒什麼咒 一大堆 那 都有特異功能 每一個咒都特別厲害 那 像我們這邊比較流行的咒 到中國來 密教當然就很多了 那 西藏比較流行 所謂的白志明 那我們這邊比較流行的咒 就大概幾個 一個是 人眼咒 死小咒 藥師咒 然後 滅定葉真眼 然後 也蠻多咒 大悲咒 最主要是大悲咒 那麼 每次吃飯都要念的準題咒 大概 大概這樣 那其實這些咒都是 都是我們可以說都是 方便 方便 那 佛法裡面 其實 釋迦佛當時不 不允許 而且 經語裡面還直接講 你持一句咒 兩句咒 三句咒 千句咒 百句咒 要得解脱 無有事處 直接否定掉這個咒 泛拜還沒有直接否定 泛拜 只是說 你 不要只是用泛拜 就是你 泛拜可以幫助弘養佛法 但是 這是方便 但是咒語他就直接否定 那麼這個在阿涵經裡面 如果我們慢慢看 都會看得到 特別是中阿涵 那麼 對於釐清這種觀念 其實他都有講 那我們說 雜阿涵最主要就是要講真理是什麼 那 像真意阿涵 常阿 真意阿涵主要也 它是一個法一個法的 那有些是對在家的 對外道的 講了一些 這個 這個 企業 我們現在要探討的是企業 那就是 企業有一點點就是他 不了意 那這個不了意是說你 從字面上 不能完全懂他的意思 那咒語就是完全不懂 還不是 似懂非懂 那個計是似懂非懂 但是 咒語就是完全不懂 而且不允許你懂 你懂了反而 反而失去了這個咒的功用 就有一點有些會這麼說啦 那其實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說法 不合乎佛法 佛法都是 心要明白 專注 佛法就主要解脫有兩種力量 它都來自於心 專注 清明 就是心 非常的專注 有力量 然後非常的清楚明白 沒有絲毫的疑惑 就是 於這個正法得無所謂 阿罕軍裡面常常這麼說 然後就是你對於這個道理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白 沒有任何的疑惑 所以正出國叫勢不壞心 就是 對於世帝 對於緣起 沒有任何絲毫的疑惑 佛陀要入涅槃也跟比丘講 你們對於世帝還有疑惑的 現在趕快講 不然等一下我入涅槃你就沒得問了 就是說 對於佛法這些 如是因如是果的東西 如是如是 它如時知如時見 那這一部分 其實很多佛弟子 都不知道 那麼就認為 認為就是 咒有 就是 咒有很殊勝的功用 咒不是沒有用處 有 是有用處的 它設心嘛 那就設心 然後加給你一點神秘感 讓你有一個醫品 但是佛法重點 這個我們可以說是方便 那佛法的重點在於 我們說心的兩種力量 一個就是定 一個就是會 定就是專注 那你 你無肉會必須要有非常專注的心 你才能清明清楚明白 那專注的心 就是定 那 這個 沒有 沒有干擾的 這個是定 沒有雜質的 沒有夾雜煩惱的 我見了 這個是會 那所以 如果你處在一種完全不知的狀態 你只是心專注 那個頂多 頂多啦 你有定 但不可能有會 因為你是不清楚的 不清不楚的 所以 這些 因為我們探討到企業 那我們又發現到企業慢慢慢慢慢慢流到最後 就是這種對佛法一種采取一種比較精簡的 那麼容易受辭的 這樣的做法 漸漸漸漸就 跟 有一些跟這個 跟這個 密教 或是跟婆羅門教結合 那慢慢慢慢 就變成咒了 托羅尼就變成咒了 那像我們想 總辭 總一切法 辭一切意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至敬其義 三句話 總諸佛說守教 一樣啊 那麼這個就是總一切法 辭一切意 那一切修行不外乎是這樣 那麼這裡 把這個佛所說的法分這兩大類 真理 跟 贈得真理所要具備的 這個次第方法 就道品 跟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 無我的真理 那無我又分三個 無印無我 六處無我 跟元祺無我 那六戒 放在元祺底下 那 毗伯莎重視這個戒 所以就變成 孕處戒 那有時候講孕戒戒 但是從這個 大家設結集的看來 主要是五印六處跟元祺 好 那我們在我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佛說長行 是修多樓 為了記憶 又結經為色頌 那麼 結集文 色頌就是結集文 色頌就是色授 異理的 或色授這個文的文字的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 十經 結十經為一頌 那第一經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用大聖經典來講 華元經 法華經 金剛經 維摩結經 阿彌陀經 你就變成一個祭壽 經 華元 法華 那麼 阿彌陀 我們就變成三經了 然後 你這個華元 你在讀懂這個華元 華元裡面又有色授 華元比如說他是什麼什麼什麼 又有一個色授 色授他的異理的 那你這樣就能夠記了 類似像這樣 那麼 這十經為一頌 這十經為一頌 這個是結集文 十經一頌 那不一定都是十經 有時候九經有時候八經 有時候十三經有時候十二經 那多數是十經 那麼你把它背起來 你把它背起來 金剛法法 阿彌陀 華元 聖曼 那麼這個 這個 無量授 類似像這樣 比幾個例來講 那麼這個十經為一頌 你就 你就背這個 金你就知道有哪些經 那麼每一經裡面 又有受授 又有授 比如說有企業 那麼這企業裡面 就講他主要的道理 這個是意 就是 這一經 比如說阿彌陀經 假設啦 比如說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重點是信願形 假設 信 阿彌陀經的重點就是信願形 然後他就以信願形 那麼結起成一個寄送 然後讓你背起來 那你就知道 你讀了阿彌陀經 那用這個信願形 搜射整部經 那麼 你念這個阿彌陀經 你就知道有信願形 信願形底下 就 一個一個 你不能把它唸起來 那你就搜射起來了 那這一部經搜射起來 這一部經搜射起來 那所有的經都搜射起來 就變成是這樣 那這個是幫助你理解 幫助你受辭 那麼這一些就幫助你修行 那原來他是這個意思的 所以 他是 原始兩步成立的過程 不過 新的經說還在佛教界不斷的傳出 就是 佛法自從結起 雜阿函之後 我們說最初結起的只是雜阿函 但是 因為佛命 大家社已經結集完了 比如說大家社有結集 一萬步經好了 假設 那一萬步太多了 我們就講 其實有了 就講一萬步好了 一萬步經 可是結集完了之後 有一些阿羅漢 或是阿羅漢的弟子 我親眼聽見佛這樣說這樣說 這個沒有結集進去 有遺漏的 後來就傳出來 那麼他們的弟子也會送辭 然後就加入他們的結集裡面 本來是一萬步 大家社出來的版本是一萬步 可是我是赴隆那的弟子 我的師父明白跟我講 不管他涅槃的沒涅槃 那我的師父明白跟我講 他從佛那裡聽到什麼什麼什麼 那麼大家社的結集裡面沒有這些 但是 我師父也是大阿羅漢 他是沒有參加結集而已 因為他也沒有參加結集 所以他聽我的經典 就沒有被收納進去 很簡單 所以他就 他就覺得這個要加進去 因為這個是 大阿羅漢所說的 所以他就把他加進去 然後就開始傳 那佛的弟子有那麼多 阿羅漢幾萬個 佛的阿羅漢弟子有名的就很多了 沒有名的就更多了 那包括三加社 三加社一千人 我們只記得三個人 優羅平羅加社 加也加社 納提加社 只記得這三個人 但是他有一千個人 舍利佛木劍娘有兩百五十個人 我們只記得兩個人 舍利佛跟木劍娘 那這一千兩百五十個 我們只記得五個人 那其他的那也是阿羅漢 對不對 那所以 這一些弟子 他流傳出來的 就開始加進去 加進去 加進去 像耶穌那個最早期的 耶穌有五十五個人 我們大概只 裡面有記起來大概不會超過五個人 耶穌、佛羅娜 還有不知道是誰 就只有幾個人 但是最早期的 大概最早期一批 大家都記得的就吳比丘而已 吳比丘其他都記前面幾個 那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麼 那麼多數是沒有參加結局的 那麼這些人 或許還在 就簡單的 這個佛羅娜 佛羅娜不是說法第一的佛羅娜 是從 大加社結局完 他從何一年的地方回來 那麼他聽聞了大加社結局的綠點怎樣怎樣 他親自去找大加社 說我親了 他也是大阿羅漢 而且他的結納比大加社還前面 因為吳比丘之後 吳比丘之後 就是還有三個比丘 然後 另外就耶穌五十五個 這個是最早的 耶穌之後才是 舍利無目見人 之後才是大加社 那麼他的結納比舍利無目見人還高 還是他們的師兄 他回來就找大加社說 我親了聽見佛跟我講 那怎樣怎樣怎樣 大加社說 已經 已經結集完了 那麼 沒有加的 沒有的就不再加了 那就是佛沒有製的 就說大家沒有 沒有 因為這個要共識嘛 那大家都散會了 你不可能把這五百阿羅漢又全部加回來 又重新開會 那是不可能的 那等一下這個人又來說 說我聽佛說什麼又重新加進去這個人又說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就沒完沒了 那 但是 他們就自己加進去了 就是佛告訴我 就是關於律上的 戒律上 那麼怎樣怎樣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開源的 但是大家在結集的律裡面這個是不開源的 但是佛親自跟我說這個是開源的 那律本來就有很多種 因為佛在所謂承治的律 王舍承才不知道 那佛後來又是屁舍禮的 王舍承跟舍利佛的 王舍承跟屁舍禮的 王舍承跟 跟舍未成的又不知道 那要傳傳了幾個月才傳到那邊 或是傳幾個禮拜就傳到那邊 所以 那麼 等他再改的時候那邊又開源了 反正就這樣 所以這個律 這個律裡面有些 他佛派不同 其實也有道理 那經不同是因為 那麼他們 後來又有新的傳出來 傳出來 那麼各個佛派認為 這個我師父也是阿羅漢 或是我師父所說的這些 或是他們認為 這個應該加進去 就自己加進去了 所以每一個人受辭的 才會產生就是 佛派的版本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像說一切有部 他就認為三四十六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個是真理 一定要把它加進去 所以他們就加進去了 那像 像這個法戰部認為 他們很重塔 認為佛滅後 塔就代表佛 所以就把很多有關塔的戒律都加進去了 那麼這種事 你在金跟綠裡面 裡面會很常看到的 好 我們在網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新的經說 甚至綠 綠也是這樣 經也是這樣 在佛教界不斷的傳出 不只是經 綠也這樣 法跟綠都這樣 在文體上有長行的 也有祭誦的 那麼主要一開始是這兩個 最初最初最初是長行 後來 為了方便 方便 理解跟方便記憶 開始有所謂的 企業 祭誦 那麼 祭誦 因為 不容易理解 因為有些人就只被祭誦 包括法句經 法句經原來也只有 法句嘛 就祭誦 法句就是祭誦而已 但是 有時候不容易理解 有時候單單讀法句不了解 所以 有些後面會加以解釋 那加以解釋 有時候也不是容易了解 所以又會加故事 那這故事有些是原來的 有些是編的 為了解釋這個故事 編的 我們如果仔細看就會發現 有一些是 真的是 原來是因為這樣 講這個法句的 那有些是編的 有些是 原來的故事再加上編的 就是 誇張的部分 然後編一些故事 所以你會發現南傳北傳 各個不同的法句經有 如果有附帶故事的 那麼 就 有不同的故事版本 那像初藥經就比較重視 初藥經也是法句經的一種 那麼 他就比較重視解釋 這個法句的意思 那你像那個法句 一批一經我們上過 他就重在那個講那個故事 因為從故事裡面就知道 他要表達的意思 類似像這樣 那 那原來的法句經是沒有的 那他因為他是流傳嘛 背一個祭誦背一個祭誦 就好像 我們的唐詩誦詞一樣 他原來是沒有解釋的 李白在寫 從前明月光 於是地上雙 類似像這樣 他們不用解釋 但這個還比較容易理解 那有些不容易理解 那麼 開始就有很多解釋了 解釋這些經的 那包括四書五經都是這樣 那開始就有很多白話文解釋 那每一個人解釋的 有時候也不太一樣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文體上有長行有祭誦 有祭的一部分 有祭就是祭誦 那筆負於結集文而成為結集品的企業 那原來的所謂結集文是指色誦 是比較指色誦 那企業基本上就是它本身 是在講道理的 那麼色誦主要是以經名為主 這一部經的名字為主 那所以 他說 在內容上 有如來祭說 有弟子祭說的 有諸天祭說的 這一些 多有了閒聊分別法義 就主要在解釋那個道理 說明 神秘事理的特性 這個就是祭誦 如來祭誦 弟子祭誦 諸天祭誦 諸天祭誦的部分是適應印度一般的神教信仰 而傳出的通俗教話 都是有祭誦的 我們說這一部分後來慢慢慢慢 漸漸就又變成咒語了 其實就是這樣 與弟子所說的有祭部分相同 稱為八眾相應 屬於企業 於是祭誦只有如來所說 弟子所說 現存的別譯雜喊 分為初宋與二宋 初宋及二宋的最後一卷 是眾相應的企業 二宋的長行是如來所說 從眷末 末眷最後一卷 又有祭誦來說 全監的體力不一致 是否到此已經是主本 或者譯文傳寫 已有所遺落 但可以肯定的 企業與祭説如來祭説地子祭説 就是祭説 一般來說有分三部分 如來祭説地子祭説及諸天祭説 不過諸天祭説這一部分 後來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現在 主要是如來祭説跟弟子祭説 是雜阿漢或者相應阿漢 雜阿漢也就包含了 修多羅企業祭説 就是雜阿漢的三分教到底是怎麼來的 怎麼形成的 再講這個道理 好 先下課